我们今天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防守防弧圈的这个技术 我们不管是正守还是反守防对方弧圈球呢 这个都是在我们正反守拨弓的这个基础上 然后演变出来的 我们防守的这个问题呢 首先是对方过来的球是上旋 有一定的上旋 那我们首先要控制对方的旋转 那么有些人讲这个对方拉过来是上旋 我们把球拍压低 压低防的这个实际是不对的 那么球带转的时候 你球拍角度没有的话 他反而会吃球 吃对方这个球 那我们还需要正常的拍形去防 那我们去通过手上的感觉 让球在球拍上时间一定要加长 不管对方是球拉过来是比较顶 比较爆的还是比较转的 那当然这是两种方法 那我们在球拍上停留的时间都要加长 来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我们是正守防护圈 我们先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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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他人的姿勢 我们先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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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我防守这个球呢 首先它的时间节奏是 球的上升后期 上升后期 那我们在高点防守的时候呢 有时候会顶 不管正手还是反手 那在上升前期的时候呢 它球有比较转 我们防守呢 最重要的一个是 我们不是用手上去防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乒乓球 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啊 都要整体在处理球 我们防守一样 对方拉过来球 我是用重心去防他 整个人的重心防 并不是拿手上去贴 你手上贴的话 它肯定容易变形 那我们用整个身体脊椎的 这个中轴去防他 因为我们防守啊 是需要稳定 不容易吃旋转 那么防守呢 我们用的身体的部位呢 大部分是身体的中轴 中轴就是 腰部脊椎 我们用这个地方 部位呢 去处理球的时候 球是最稳定的 有平方球很多的 我们需要这个 用这个身体的部位去处理它 那么当我们拉的时候 比较需要发力的时候呢 是需要 最后解决问题 是离身体中轴比较远的地方 就所有的力都传到 手腕和手指上 这样 鞭打摩擦的感觉 它爆发力是最强的 但是相对稳定程度比较低 那么我们防守呢 需要稳定程度很高 因为对方过来是带旋转的 或者是击打过来比较快的 有一些正脚 那么我们防守的时候 尽量都是用身体中轴来控球 反守也一样 对方拉过来 我们都是用身体去贴 用身体去处理球 这样防处理球是非常稳 需要 那我们击球的部位呢 对方拉过来 我们防守的部位 大家尽量是用球拍的中心 用中心去防 这样呢球拍受力面比较大 不容易变形 有的力量拉过来比较大的时候 你用边上去处理 球拍一震手就容易变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防守的时候 手腕一定不能用 不能用手腕首先 用手腕的话呢 这个球会产生这个不确定 不确定因素非常高 那么很容易持旋转 那么就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看看我的球是不是用身体重心转 再贴它 对吧 我如果光是手 是这种贴法 那个感觉就不对了 对吧 我用重心贴 重心贴 球过来重心去处 把重心压 重心贴 球在球台上时间比较长 把它的力量啊 包括旋转 全部用身体去卸掉 把它的力道和旋转 用身体去卸掉 这样我们就感觉不到 球的很转啊 或者球很顶 力量很大的时候 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反手防守的时候 是一样的道理 首先 也是上伤或膝 然后呢 我们是需要站稳 首先 然后需要用身体 整个的重心去控球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来 这里重心 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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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心去防 重心防 重心防 不是单独的手上防 对吧 重心 重心防 对 重心防 重心防 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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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防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因为我们很多球都是 你比如说 后面我们要讲到的反带 或者是反思 包括以后的反拉 对拉 那都是需要有一定防守的基础 因为你球盘上要能抓的路球 不然的话 这个球你降不住对方的旋转过来 那防守技术在比赛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你不可能每一个球都是你主动进攻去 拉别人攻别人 那很多时候我在我攻球拉 比较被动的情况下 那我可以主动送场 去通过防守转攻 去达到我这个赢球的目的 这也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 所以希望大家 重置防守 重置防守的技术 我们再来看一个 一样上升后起 球的上升后起 球在我球拍上的 要有一定停顿的时间 时间比较长 接住球 不是球一 我一撞就走了 这样就吃拳 相对 那是第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接上拳前冲 那很多我们业余选手 接高调弧拳 加转弧拳接不好 这是因为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高调弧拳一般的 拉得比较高 你首先节奏对不上 你没有找到这个上升 中后期的这个节奏 第二个呢 就是很多 有些朋友 就是一看到别人拉得很转 他首先去压 不管是直拍也好 还是同拍也好 首先把排行压死了 去控制 那反而我一开始讲到 持旋转 上旋也是持旋 那么同样我们 接高调和加转弧拳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第一个 找到点 第二个是我们需要身体的放松 身体的放松 接住球的时候 要围住球 多去围它 就粘球的时间又更长 而且要主动做动作 你如果说拉得很高 很转的话 你不如完全去贴 这个球呢 第一个稳定性差 第二个呢 就是后面就会非常被动 今天我们就讲了